寻找就寻见,靠门就开门 我是若思石金霞 我们一起读圣经《猎王纪上》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猎王纪上》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也不短 但是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它放在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墙后的联系比较紧密 放在一起呢,我们的印象会更深一些 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王十八年 雅比央登基做犹大王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 也就是说,在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 犹大这边呢,就是先是罗波安 然后是罗波安的儿子雅比央 然后呢,是这个雅比央的这个儿子 雅萨 那么就是因为耶罗波安他是做了二十二年嘛 那么就是他一个人 这个在这个整个的做王的时间里边 犹大这边呢,他经历了三代人 雅比央就是罗波安的儿子 他是在耶罗波安做王第十八年登基做犹大王的 那么他呢,就做了三年 雅比央的母亲名叫马家 是鸭沙龙的女儿 但实际上我们想一想 这个马家不可能是鸭沙龙的女儿啊 因为你想啊,鸭沙龙是大魏的儿子 对吧 那个雅比央是谁啊 是这个罗波安的儿子 这个罗波安的儿子 那么这个罗波安 罗波安呢,是所罗门的儿子 所罗门是鸭沙龙的这个弟弟 而且呢,所罗门还是鸭沙龙的这个比较小的一个弟弟 你想一想呀,对不对 所以说呢,这个马家呢 他应该是鸭沙龙的孙女 他不是鸭沙龙的女儿 应该是鸭沙龙的孙女啊 这样的年龄上才会比较这个接近啊 雅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 就是呢,这个跟他的父亲罗波安一样啊 他的心不像他祖大魏的心 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魏的缘故 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 叫他儿子接续他作王 建立耶路撒冷 因为大魏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 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 我们就不多讲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雅比央啊 他和罗波安这父子俩啊 都是啊,就是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但是呢,耶和华呢,这个因为大魏的缘故 所以呢,仍然让雅比央的儿子 接续雅比央作王 建立耶路撒冷 罗波安在世的日子 常与耶罗波安征战 雅比央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犹大冀 犹大猎王冀上 雅比央常与耶罗波安征战 雅比央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魏的城里 他儿子雅萨接续他作王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十年 雅萨登基作犹大王 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一年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啊 这个罗波安是做了这个十八年 然后他的儿子雅比央做了三年 之后呢 就是罗波安的孙子雅比央的儿子雅萨 他是在耶罗波安的作王的第二十年的时候 登基作犹大王 他做的时间比较长 他做了四十一年 那么这个雅萨呢 他能做四十一年 那就是他是一个好王 他是一个好王啊 那我们看那个 而列王记这个 从这个列王记里来写呢 基本上我们就能看出他的特点来 他是把这个北以色列国和南游大国 每一章呢 他都是并排着来写的啊 就是这个北国发生了什么啊 哪些王的这个这个接续啊 南国发生了什么 哪些王的接续 基本上我们能够看出来呢 就是呢 这个北国没有好王啊 南国呢 是好王和坏王都有的啊 但是是坏王居多 好王居少的啊 那么这个雅萨就是一个好王啊 他做了四十一年 他祖母名叫马家 是鸭沙龙的女儿啊 这个呢 还是注意啊 这个马家 也就是罗波安的妻子啊 那么他是不是亚沙龙的女儿 他是亚沙龙的孙女啊 亚萨笑话他祖大卫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从国中除去鸾同 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 并且贬了他祖母 马家太后的位 因他造了可证的偶像 亚瑟拉 亚萨砍下他的偶像 烧在吉伦西边 只是秋潭还没有废去 亚萨一生 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 亚萨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 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 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 那么经历了这个罗伯安和亚比央 父子两代之后啊 这个亚萨终于呢 是一个啊 就是效法他祖大卫的行 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 这样的一个好王啊 那么他呢 从国中把鸾同出去啊 然后又除掉了他的列祖所造的一切的偶像啊 那么他的列祖呢 就想呢 就是有他的父亲亚比央啊 他的爷爷罗伯安 还有他的这个太爷 这个所罗门是吧 这就已经前面 在这个亚萨之前 已经就有三代人造偶像了啊 那已经偶像不少啊 你要知道这个所罗门一千个老婆 是吧 哎 然后罗伯安老婆也是好几十个啊 这个亚比央估计也不少 那么都娶了很多外邦女子啊 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神像啊 那他这里呢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啊 亚萨的祖母马家太后 那很有可能啊 就是这个亚萨即位的时候 因为他父亲亚比央只做了三年王 然后就是亚萨嘛 那么那很有可能 这个亚萨即位的时候呢 很有可能是这个马家太后 有点 是不是有点垂帘听证的那种感觉啊 是吧 那因为马家太后 她是罗伯安的这个妻子嘛 是亚比央的母亲嘛 那么这个是讲这个亚萨啊 这是一个啊 犹大南国的一个好王 亚萨和以色列王巴沙 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 哎那我们就会发现 哎 这个以色列王巴沙是怎么回事啊 是吧 我们这里先存疑啊 后边呢会介绍这个巴沙怎么来的啊 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击犹大 修筑拉玛 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 于是亚萨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府库里 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中 打发他们王大马士革的亚兰王西巡的孙子 他伯利门的儿子便哈达那里去 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 我与你也要立约 现在我将金银送你为礼物 求你废掉 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 使他离开我 便哈达听从亚萨王的话 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成义 他们就攻破以云 但亚伯伯马加基尼列全境 拿佛他利全境 巴沙清剑就停工 不休住拉玛了 仍住在德萨 那么这里呢 其实我们会会发现 这个亚萨呢 就是在这件事情上 其实是做了一件呢 这个这叫什么呢 就是这个资底养患的事情 那么你看啊 他把耶和华殿中还有王宫府库里剩下的金银 交到陈朴手中 去往大马士革的亚兰王西巡的孙子 他伯利门的儿子便哈达那里去 然后呢 这个是去贿赂这个便哈达 然后呢 让便哈达来协助他 对抗以色列王巴沙 那么其实大家要想一想啊 这个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之间的关系 和犹大 犹大国与这个亚兰王的关系 大家要搞搞清楚啊 哪个是一家人呢 也就是说 实际上你这个北国以色列和南的犹大国 你们再怎么争进 其实你们还是兄弟之邦啊 你们你们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分开的呀 对不对 那你们实际上是属于内战 大家理解吗 你这个你北以色列国和南犹大国之间发生一些 这实际上是整个以色列支派之 这个兄弟之争是内战 可是在这里亚萨呢 却不惜拿他的犹大国中的耶和华殿里边的和王公府库里的金银 去贿赂收买这个外邦亚兰王 然后让他来协助他去攻击以色列的成立 所以你想一想亚萨做这件事情啊 这是一件后患无穷的事情 这是一件后患无穷的事情啊 那么这个呢 这个对亚兰王的这个这个壮大呢 他不仅仅啊 不仅仅是以为害以色列北国 他也会为害犹大国 我们后边都会读到的啊 于是亚萨王宣告犹大众人不准一个推辞 吩咐他们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 用以修筑汴雅敏的加巴和米斯巴 亚萨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并他的永利与他所建筑的诚意都写在犹大猎王记上 亚萨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 亚萨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他祖大魏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啊 这个亚兰王和巴沙啊 这个交战攻占了巴沙的城义攻破了啊 然后呢 亚萨啊这边啊 就是率领着尤打众人是吧 就把这个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啊 这个作收鱼翁之力去修筑遍雅敏的加巴和米斯巴了 但是大家想想这个其实都是眼前的利益 那如果呢 你做一件事情 你只顾你眼前的利益而不去考虑长远的后果 就是为了啊 眼前暂时的这个短暂的利益 而牺牲长远的这个国泰民安 那么这个就是得不偿失的啊 那我们后面啊 在这个猎王纪下 还有啊 这个历代志里面还会再出现这些内容 到时候呢 我们再细细的品位啊 这里先打一个基础啊 下面呢 就要给大家讲啊 这个巴沙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来的啊 犹大王亚萨第二年 耶罗伯安的儿子拿达登基 做以色列王共二年 啊 也就是说呢 这个在犹大王亚萨的第二年 耶罗伯安死了 他的儿子拿达登基啊 做以色列王 一共做了两年啊 其实呢 准确的来说 拿达呢 做了不到两年啊 也就是可能甚至连一年都没满啊 但是用犹大国这边的这个纪念 两年来算啊 可以算是两年啊 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行他父亲所行的 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就大家想想之前耶罗伯安做过什么 然后这个神让这个先知 亚西亚都已经警告过他什么 是吧 还有那个神人 回想一下就知道了 然后呢 以色列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亚西亚不是那个先知亚西亚 这个是以色列人亚西亚 那个先知亚西亚是士罗人啊 所以你看他这里特别要点出来啊 以色列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 在非力士的基比顿杀了他 那时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围困基比顿 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巴沙杀了他 窜了他的位 巴沙一座王就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 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 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士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 这是因为耶罗伯安所犯的罪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拿达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 犹大王亚撒第三年 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在德萨登基 做以色列众人的网共24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 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 这是列王记上15章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现在可以理一下 这个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 他们最初的这几个王的先后次序了 那也就是说 这个先是罗伯安即位 然后耶罗伯安反叛独立出去 于是罗伯安和耶罗伯安就并行 那么然后罗伯安做了18年 之后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亚比亚 是吧 那么就这个即位 他的儿子即位 然后呢 他做了三年之后 他的儿子亚萨即位 那么这是呢 这个尤大国 这个是从这个罗伯安到亚比亚 到这个亚萨 这是三个 那么而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北国呢 他也是三个 是吧 北国呢 也是三个 他是耶罗伯安 是吧 然后耶罗伯安做了22年之后 他的儿子拿达 拿达就做了两年 是吧 拿达做了两年之后呢 他的手下巴沙杀了他 篡了位 所以呢 北国也是三个王 然后呢 南游大国也是三个王 这个是呢 最初的啊 最初的这三代 南边和北边都是三代 但是呢 这个差别 大家就能看出来了 就是说 最初的这三代里 南国 南国这个罗伯安一开始 还是能够啊 就是守啊 他的这个列祖的道德 但是后来很快就背叛了啊 就开始什么鸾铜啊 什么各种各样的 这个这个木偶啊 什么之类的 完了之后呢 就是他的什么呢 就是他的儿子 是吧 他的儿子还是一样 再之后是他的孙子 亚萨 亚萨呢 就是一个好王 他呢 能够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 把他父亲啊 还有他自己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 奉到耶和华的殿里 但是呢 这个亚萨呢 也做过一些啊 这个只看眼前利益 啊 然后呢 这个用啊 耶和华殿中的这个金银 还有王公中的金银呢 去收买这个啊 一帮啊 外族人啊 外邦人亚兰来共同对付 这个其实和他是兄弟之邦的 北国以色列啊 那么这个为后来呢 这个亚兰的这个壮大呀 然后吞对这个这个北国呀 还有南国呀 就是各种各样的征战呢 其实是埋下了一个啊 这个很坏的一个一个一个种子啊 那么可是我们看呢 在北国无论是耶罗伯安 还是他的儿子拿达 还是呢 就是杀拿达取而代之的这个巴沙 这全部都是行 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也就是说 耶罗伯安这个北国的这个创始者 他所创的这一切 自己创这个新的宗教啊 是吧 立两个金牛犊是吧 蛋和这个伯特利是吧 然后呢 这个立凡人做祭司啊 然后呢 就是这个自己呢 就是搞另外的一套宗教啊 这些呢 就是耶罗伯安所开的这些恶例啊 是北国啊 从他到拿达到现在的啊 这个巴沙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去行啊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一直没有断绝 而南国这个犹大国呢 还会时不时的出现一些好亡 我们后边呢 这个再往后看啊 基本上啊 就是从这个十十四章十五章开始之后 这个列王记本在这个记载上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就是呢 把北国和南国对应着 就是讲北国的这个这个国王的这种更替 还有南国的啊 这个国王的这个更替 就是这样一一对应起来的啊 那么我们后边在读的时候 每一章我们都会这样一一对应的来做一个梳理 就是他其实脉络是很清晰的 我们不说吗 圣经就是一部历史书吗 他这个脉络其实是很清晰的啊 如果我们不去梳理的话 读下来会觉得乱 但是你只要静下心来一梳理 就会发现他的脉络是非常清晰的啊 OK好 今天呢我们就分享这么多啊 那我们就会发现 人作恶呀 离弃神作恶呢 这是非常非常爽快的一件事情啊 就像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 就是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啊 就是说学习做好事啊 做善呢 那就为善呢就像登山一样啊 步步为奸 连喝齿带喘 哈哈 因为你要和你的这个肉体的这种欲望啊 各种贪欲啊 是吧 你要去做斗争啊 可是呢 如果你要是学恶呢 那就是真是就是就像就像什么 就像就像那个山崩一样啊 雪崩一样 哗啊就下去了啊 这是如板走完 为什么呀 因为人你随从欲望啊 随从欲望啊 那那我们不是说吗 说这个一般我们说犯罪啊 做坏事就是只有一次和啊 这个这个零次的区别 换句话说一次就是一百次 就是一万次 就是一亿次 为什么 因为你一旦开了一个破口 然后你就尝到这种啊 这个放纵啊 它的甜头啊 它是非常诱人的 啊 你想啊 这个 为什么北国 一个一个啊 就是政权的更迭啊 那么就是不断的爆发暴力革命 他这么 他 他能够做得这么顺手呢 因为你看伊罗伯安从第一个就是 就是我要独立出来 是吧 然后呢 你后边就想啊 你不就是从那个人家原来的整个 以色列独立出来 你能独立 我不能独立吗 对吧 所以就像你想 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就是 就是总是这样 每一个朝代都都希望江山永固 但是最后总是一个新的朝代 推翻那个朝代 为什么 因为你朝代不断的更迭 不断的更迭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谁都不合法 为什么你像啊 什么日本呢 是吧 还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英国呀 然后你就会发现他这种君主力限制 他就会比较稳定 为什么呀 因为他就确定了一个军权神兽啊 所以他就会比较稳定 而也就是为什么南国 尤大国啊 他还能够出现好王 而北国就出现不了好王 因为北国就是很明显 就是就类似这种中国共产党这种革命起家的 是吧 而你南国呢 他是有一个什么就像君主立宪一样 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的 他始终是大卫的子孙代代相传 所以他就相对来说更稳定一些 更繁荣一些 然后呢 更有机会出现一些 这个 这个圣君 是吧 出现一些能够啊 就是行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的 这样的国王 而北国一个都没有啊 一个都没有啊 所以说呢 这个为恶啊 犯罪啊 是会让人上瘾的 痛快 然后呢 这个上行下效 一个一个学起来都是很快的啊 可是呢 就是遵守遵行神的道呢 因为你要限制你自己啊 也就是说你人的这种自由选择啊 你要选择我要约束我自己 总是觉得吃亏啊 是吧 不好受啊 谁愿意被拘束啊 是吧 可是我要是选择呢 我找很多很多种理由 很多种很多种借口 然后我放纵我自己 那我们可以会找到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啊 是吧 而且呢 而且你会说 你会得到更多的人的响应 就像现在 你看这个西方 为什么左派 那么多这个年轻人 是吧 大学生啊 这种知识分子 是吧 然后演艺界 政治界 是吧 这个商界 是吧 各种各样的 就是他们能够聚合起来 为什么 利益使他们聚合起来 他们就非常团结 是吧 而且呢 他们会有人专门的产生理论 然后有人专门的去啊 去去推广理论 然后有人专门的用技术啊 来来来捍卫他们共同的利益 就是这个样子啊 就是人呢 为了作恶呀 是吧 为了让自己的恶越做越大 而且就是你这个作恶是这样 你一旦开了头之后 你就会呢 越做越大 为什么 你要想保住这个恶果 然后你就必须要做更大的恶 然后要团结更多的人一起来作恶 就是想着法不择重啊 是吧 然后人多力量大呀 就是这是人类整个历史的一个特点 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啊 什么各国的什么政坛的较量也好啊 然后文化的较量 经济的较量也好 军事的较量也好 看起来好像是利益集团的较量 其实呢都是什么 都是这个灵界的较量 就是呢 这个神 属乎神的和属乎魔鬼的之间的较量 那我们在每一次的这种较量之中 你选择站在哪一边 是吧 很重要啊 其实呢 你用什么去衡量他呢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我看不出来 哪个是正的 哪个是邪的 就是你要用圣经作为标识去衡量 你不要总看他们说什么 你一定要看他们在做什么 你不要总看表象 你一定要看到他的本质 就是说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就是说你看美国 加拿大什么欧洲啊 这些政府啊 你看他说的再好听 再动听 为全人类谋福祉啊 什么自由 什么尊重 什么平等 什么宽容 你去看一看 他具体在做的时候怎么做啊 他比如说 拜登把变装航空邀请到白宫 是吧 白宫打上这个什么LGDP的彩虹旗的这个光 你就用圣经来衡量他 这做的是什么事情 他是想灭绝人类 是吧 他想改变神创造世界的最根本的秩序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秩序 你就他别的讲了一切的东西 你都不用去数 都不用去再去怎么费心思 再去给他甄别怎么判断了 判断一个人能不能当副总统 能不能当这个新闻发言人 能不能当大学教授 能不能当大反官 能不能啊 这个做这个将军等等 请问应该以什么来判断 应该以他的才干 以他的学识 以他的品德来判断 而不是以他的什么 是什么身份 是什么种族 是什么性别 对不对 所以你就搞清楚这个 你就很多问题 看起来他说的 什么云山雾罩啊等等 其实你就一下子就能够看穿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掌握根本 透过现象去看本质 拨开他言论的迷雾 去看他具体行为的实质 圣经就是我们的宝库 圣经就是我们的武器 只有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在这样的末世啊 做到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谨守遵行神的正道 我是若死石金霞 今天是2022年12月14日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 祝福大家 哈利流亚 我们下来的 到天后 请